小花 你怎么还在玩游戏 老妈 你 你还记得那些陪你度过童年的伙伴吗 十年前的一个暑假 阿瓜被工作防茫的父亲丢到了奶奶家 在那儿 他认识了一位跟他一样的小伙伴 因为无聊 两人便凑在一块 玩一款当时很火的游戏 魔生事件 快乐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一晃假期已经接近尾声 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两人决定在游戏中建立一个公会 决定一块把他做大做强 但回归校园后的他 因为学业课业的压力 逐渐着放弃了这款游戏 也忘记了那段身后的友谊 但就在前几天 这个快十年没联系过的老朋友 突然找到他 并跟他说 你知道吗 魔兽世界要出9.0版本了 你想 回来看看吗 他激动地讲述着这几年游戏的变化 他说 曾经那个小公会已经变得强大了 新出的暗影国度资料片有多么好玩 听到这里 阿瓜才明白 原来这些年 朋友他一直都没离开过 所以他毫不犹豫接受了邀请 回到魔兽世界 找寻曾经的青春回忆